原材料现在不会特别香 所以它不会开 这就是广东 不香 他们就不做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在广东 别的地方 他们上面那个标志 他们不会说肠粉 就会说银腐石抹肠粉 气息汤 我从来没有喝过 我从珠海 看200多公里 两个半小时到这边 没人吃这个肠粉 吃的 各位 你们想到肠粉 你们想到哪一些地方呢 肠粉这么多 我们今天想去肠粉的 发源地之一 云府 Let's出发 门不对 我跟你们说 我特别期待 今天去云府 一个200多万人口的无限城市 我们平时去广东的那些地方 一般都是靠海的 你看 珠海 湛江 深圳 等等 那今天呢 去一个山城 要吃 吃肠粉 我们到了云府城区 话不多说 我想吃这边的肠粉 找到了我们第一家肠粉店 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希望会好吃 整个气氛都不一样 没有任何的扎音 安静很舒服 我们是不是又找到了一个宝藏地 这个肠粉就已经有点颠覆不得相关了 你们看得出来多饱吗 就是感觉我可以看到那个碟子那个地 拉起来特别特别美 Oh my god 好不一样 一它非常非常有人性在你的嘴巴里面 二就是有那种花生油的味道在上面 特别好吃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在广东别的地方 他们上面那个标志上面不会说肠粉 就会说云府纸抹肠粉 因为这边的肠粉的那个味道是真的很不一样 尤其那个花生油 我没有见过他们把肠粉上面放花生油啊 再吃一个 我从珠海 看200多公里 两个半小时到这边没人吃这个肠粉 值得 而这边阿姨还给我们酸菜干萝卜 你看哦 他们会把那个辣椒 就有点像那种摩西哥的那种 哈拉片油跟干萝卜放在一起 我很巧看到这样的一个搭配 你们想一想现在这个口味哦 That looks awesome 这个绿色的辣椒在上面 怎么感觉我突然有点在 在摩西哥 这个云府肠粉 That is unbelievable good 我们试一下这个 拿酸菜 酸菜和肠粉 我现在怎么感觉我有点在德国吃肠粉 这个酸菜有点像那种东北口味的 或者有点像我们德国口味的那种酸菜 第一次吃这么咸月般的 好吃的加花生油的肠粉 加上去机器配料 你们听过鱼丝饺吗 我是真的没有听过 但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煎饺子 然后因为这不是甜的 是油渣的 甜甜的 一口馅儿的 就如果没有酱的话就是感觉有点偏干 我个人的感觉 但是如果把它跟这些东西放在一块 会不会好 我们试一下 先有一个这样 这个非常好吃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搭配一个酱 我问你 姐姐那个玉丝饺你平时会加一个酱吗 玉丝饺加那个酱会不会更好吃 我先舀一口 拿那个番茄酱更好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比如说拿个蛋黄酱啊 番茄酱啊 辣椒酱啊 我都想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好像是万能的 那我们试一下 肠粉 玉丝饺和番茄酱放在一块儿 爱门天堂 各位 最后的一个 他们说是这边的一个特色 叫猪杂炒米粉 如果我外公现在在这边的话 会说啊 来 猪杂炒米粉 我要 因为我外公 特别特别喜欢德国的哦 吃猪杂 吃那么多炒米粉 我先来试一下猪杂 哇 有猪杂的味道 谢谢这个 这米粉的口感很不一样 它会偏硬一点 加上去那个猪杂的那个汁 很香很香 它是偏咸口味的 就是非常服务我们德国人 不辣 不油 我在德语里面会说 哇 这是一个传统的酥子 口感还不错 硬硬的 我们刚才吃完了那个肠粉 我跟你们说 在云府吃肠粉 五块一个 口感它很有弹性 韧性 然后加上去那个花生油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那现在呢 我们要看一下 云府这边的风景怎么样 Let's go 我感觉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宝藏地方 就是云府这边刚吃完了一个肠粉 然后感觉 云府它那个地理位置 就离广西特别特别近 但是依然在广东 所以你这边能在攀龙湖 云府的攀龙湖 能看到的风景 有点感觉像仰硕一样 在广西 你们看一下 刚才看着那个风景实在太好了 然后我搜索了一下 另外一个云府这边的一个美食的特色是叫虾堆 我没有听过 这是我特别想尝试一下 我跟你们说 我刚才问了那边一个阿百 我问他 那个虾堆什么时候开 然后他跟我说 下半年 对 他说了下半年 我问他为什么下半年才会开 因为他说原材料现在不会特别香 所以他不会开 这就是广东 不香 他们就不做了 OK 如果你们想吃那个虾堆的话 那你们就知道 下半年 秋天和冬天的时候 要来云府 可以尝试一下 信我的眼球是一个牛杂店 在一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漂亮 虾堆没有 我们吃个牛杂 Let's get it 酒箱不怕箱子生 前面有各种各样的汤 八种不一样的汤 我这边说的是去食汤 另外一个是当然牛杂 我们先试一下那个去食汤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材料 药材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应该就去食的东西 去食汤我从来没有喝过 绝对里面有鸡 鸡有没有去食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 有那种鸡油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加上去药材 还有一丢丢苦 有一丢丢甜 吃到药材了 如果你现在问我什么味道 我只能说苦和甜 其他我还真的吃不出来 为什么它变成紫色的 红米在里面可能 好喝是好喝 但是I don't know I'm here for the牛杂 Let's get the牛杂 牛杂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一个酱 这个酱辣椒蒜和油放在一起 我觉得它看起来非常非常有食欲 你们不觉得吗 Just eat it right away 腐竹 Oh my god 牛杂没有腐竹就不对了 以及他们自己做的牛肉饭 但跟我们上一次去武川的那个牛肉饭很不一样 腐竹 白萝卜 牛肉饭都有 我感觉如果有牛杂里面没有白萝卜的话 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一旦 然后放一个白萝卜 然后它吸收那个卤味 好 这就收工 这个应该是牛肚吧 然后试一下那个汁 这是牛肉饭 这个酱特别特别特别 我的天啊 这感觉很重口味 里面还有放蒜 来 我们试一下 现在放到那个酱里面 这就是我好喜欢牛杂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浓郁的那种牛的味道 卤味的味道 加上去这种酱的味道 哇 我每次都把这个叫成中国的面包 不知道为什么 多点加那个汁 就点辣 但是好吃 一个也要说在云福这边 就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 不管是这边的肠水或其他的东西 要么你上午去吃 要么你晚上去吃 从差不多一点到四五点左右 你基本上找不到店了 都关门了 OK 那个牛杂店我们吃完了 我感觉我没有后悔 三十块钱 不到就吃到这么好吃的牛杂 还有一个去世汤 我刚才为了那个老板娘 她说那个去世汤里面不是鸡 是收肉 然后今天云福给我的感觉 它是一个广西和广东的一个结合 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地理位置 广西的山加上去这边生活节奏 很慢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放松的话 这个地方很适合 但是呢 你们别小看这个地方 就算它是一个无限城市 但是它应有尽有 我这边找到了麦当劳 肯德基 瑞幸咖啡 星巴克 所以你有国外的文化 你有当地的文化 你有广西的一些特点 但是同时 也有长粉和广东 粤语 这边文化的特点 这个地方很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很喜欢今天的那个视频 记得点赞评论 说不定收藏 我们下次去哪呢 武川我们去过了 云福去过了 你们让我在单位里面知道一下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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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